寄生幸运 更持佛号 变得独徒 真心 为什么念佛人不能往生 信心不足 他有怀疑 为什么有怀疑 理事了解不够透彻 所以佛为什么天天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目的在哪里 帮助大家断移身心 如果真心了 真心了可以不要听经了 也可以不必念经了 要知道啊 佛讲经那个目的是帮助我们断移 才生心 断移身心之后 你真发愿了 你晓得这个轮回真苦 不能再干了 以往在轮回里干了这么多年 那个年都无法计算了 论结束算了 无量结了 苦不堪言了 现在搞清楚搞明白了 今天遇到这个机会 决定可以出得去 依照这个法目 真能超越 这个机会 得来不容易 前前盆基前巨师讲 西有难逢之一日 前面讲 无量借来 西有难逢 你今天遇到了 你能够抓到 你今天就成佛了 变得度脱 度脱是 永远脱离舍法界 不但是有道 脱离舍法界了 极乐世界不在这舍法界里头 就很吵啊 感谢观看